無論是AMD或Intel,還是幫助PS5升級SSD 很多人都會選擇 Gen4最高級的980 Pro,或是SM850等等 不過究竟SSD是否只看速度越快就越好呢? 不如趁這次機會我們就研究一下 這次我們準備了四款SSD 分別有WD Black SN850 Corsair MP600 WD Green SN350 Cruzo MX500 它們的容量都是960GB至1TB的型號 如果單常看讀寫的速度 那麼SN350和MX500對比起來幾乎不會看得上眼 但價錢上它們跟Gen4的MP600或SN850差價相近一倍 差一倍價錢快兩倍以上的速度 聽到不買貴那條都慎笨 我同時準備了三個實例的測試 第一個測試會試入Windows的速度 可以見到四款SSD的速度其實只有很少的分別 三款的MVMe SSD 時間大約需要14-15秒 2.5吋SATA的Cruzo MX500 就需要18秒 而且無論SSD容量寫滿至50%甚至90% 進入Windows的時間都大致相同 唯獨是Corsair的MP600就會多了1-2秒 第二部份會試試Low Game的時間 同時選擇一隻Annual 1,800 一款模擬的經營遊戲 這部份可以見到四款SSD的載入時間都非常接近 最慢的2.5吋SATA和最快的MVMe Gen4 都是相差1秒 而當SSD容量寫滿至50%甚至90% 進入遊戲的時間都差不多 並未因為600Mbps和7000Mbps的差別 縮短了幾倍 最後試試寫入50GB檔案 這部份的結果終於有明顯差別 四款SSD裡面 最快的Gen4 WD Black SM850只需17秒 另一款慢一點的Corsair MP600需要22秒 Gen3 WD Green SN350需要1分46秒 而2.5吋SATA的Cruzo MX500需要2分鐘 最快和最慢相差有近7倍的時間 至於SSD容量寫滿至50%或90% 三款的MVMe SSD寫入時間都會略有增加 其中寫入至90% WD Black SM850時間會增至25秒 Corsair MP600會增至30秒 不過最慢的Cruzo MX500寫入時間沒有增加 依舊維持120秒 如果大家喜歡計算百分比的話 那寫滿至90% 兩款Gen4 SSD寫入時間 就會分別增加47%和36% 相反 WD Green SN350和Cruzo MX500速度其實沒有明顯下降 總結 綜合三次測試結果 某程度上反映SSD讀寫速度雖然重要 但究竟它是否完全發揮到 就另一回事 如果大家只是平常開機入Windows 開遊戲玩玩 那用最快的Gen4和2.5吋SATA相比 可能說的分別 那就已經沒有了 當然有人會說 Copy file或者裝遊戲就會有分別 Copy file沒錯 如果你每天都會抄寫過8GB檔案 例如拍片用Pro-X格式 SSD慢一點 等候的時間就會幾何級數上升 如果只是用在PS5 每次裝遊戲都會省不少時間 不過就看你是否每個月都要裝這麼多遊戲 至於裝電腦遊戲 如果你用Steam、Epic Games等 這類經網絡下載遊戲的平台 你裝得慢的原因就不是SSD 而是樽鏡在寬頻上 因為普遍來說家裡都是用1GB寬頻 頂速都是100MBps左右 即使你有錢用10GB寬頻 頂速都是1000MBps左右 對比高家Gen4的SSD 寫入都說起碼有4000MBps 其實都是用不盡 再者你用的平台 能否被你取進10GB都成問題 所以盲目追求速度究竟是否值得呢 當然大家就不要走向極端 想買一條最便宜的就算 因為市場的部分平價SSD 可能沒有DRAM 或者寫爆SLC cache後 會影響持續的寫入速度 又或者寫滿後會嚴重跌速 影片到這裏就尾聲 如果大家想詳細了解這個 topic 可以看同時寫的篇文章 說再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按有新片提示的鐘仔